2023年12月9号 拉斯维加斯 美国总统拜登 站在木匠工会成员中间 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拜登嘴里这条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高铁 连接的是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 预计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完工 而说到火车 拜登还是有情节的 在被美国网名称为瞌睡桥之前 它其实还有一个外号 叫火车桥 在担任参议员的30多年的时间里 拜登会经常乘坐火车 往返于首都华盛顿和特拉华州的老家之间 问题是火车桥的这份情怀 真的能把施工图变为实景图吗 说起高铁 拜登经常会拿中国说事 而且也不管对错 张嘴就来 关于这一点啊 我们要实事求是 目前中国高铁的时速真的还跑不到480公里 但要论运营里程 咱们确实是世界顶级 就在11月30号 国铁集团公布了数据 中国的高铁里程已经达到了4.37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都有4万多公里了 那美国到现在连一条高铁也没有吗 关于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评 关键就在于美国人对于高铁这个名字啊 他用的有点随心所欲 接下来要给大家看到的就是2023年9月 连阿密和奥兰多之间的这条亮线 开通运营时候的画面 在当时的新闻报道里头 美国媒体把这条线路定性为 100年来开通的首条私营高铁 我们在亮线的官网上 查询到了车辆的运营信息 从奥兰多到连阿密 全程走完需要三个半小时 而只有两种席位可以选 商务座 单程最低39美元 头等座最高149美元 铁路运营方的宣传词里头还写道 搭乘亮线列车 你可以感受到无与伦比的速度与舒适度 舒适度我们不好说啊 但速度是不是无与伦比 真算得出来 全长378公里 单程三个半小时 平均时速算一算 大约在130公里左右 而官方宣称的最高200公里时速呢 只有在穿越人烟稀少的大片农田区的时候 才能达到 按照中国铁路的标准啊 时速在80到160公里范围内的 只能算普通铁路 所以像亮线这样的线路 放在国内 顶多只能算是一列 在一定范围内还算跑得挺快的绿皮火车 明明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那几十年来 高铁怎么就没能在美国开花结果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和人工智能展开了一场对话 得到的答案可以说是涉及方方面面的 有历史原因 有地理因素 还有高成本和资金的约束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美国地广人稀 航空和汽车业都很发达 发展高铁呢 不是太有必要 这个答案乍一看也说得通啊 但要是把这个问题 放在历史语境当中来分析考察的话 结论或许会远比这个要复杂 其实美国才是全世界第一个铁路基建狂魔 19世纪30年代 第一条铁路建成之后 美国政府抓住时代机遇 通过赠送土地 减免税负等方式来鼓励铁路发展 到了南北战争前夕 美国铁路的总长度 已经接近了5万公里 超过当时英法德义等国家的总和 20世纪的20年代左右 美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历史巅峰 超过40万公里 如今即便在拆除了大量老旧铁路之后 美国的铁路运营里程依然超过20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 从这个数字来看 现在的美国依然可以被称为是铁路大国 可就是这样一个全球第一铁路大国 在高铁领域进展之慢 都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出台高铁规划 60年前日本新干线投入运名时 美国就在开始规划建造高铁了 特别是1991年到1998年间 美国一共规划了11条高铁走廊 想着能让几个重要的城市快速互联互通 但直到今天 这十几条高铁走廊依然是停留在纸面上 到了2008年 时任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提出了加州高铁项目 预算是300亿美元 计划在2020年的时候建成 将西部两座最大城市 也就是洛杉矶和旧金山给连接起来 结果2020年早就过去了 当年的雄心壮志就这样干成了烂尾 美国的老百姓不是不想拥有高铁 可真的要造高铁了 美国人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真的不少 比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相互撤走 州与州之间的利益目标也很难同意 再加上高铁的建设周期长 收益显现慢 即便是前人有幸要再数 后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乘上这个梁 搞不好啊 一个高铁项目上一秒还是政绩 下一秒就变成了被政敌攻击的把柄 就说加州高铁好了 2008年民主党当政 加州高铁是民主党强推的政绩工程 到了2014年 共和党拿到国会控制权 特朗普是多次在社交媒体上 对加州高铁火力全开 除了党争之外 还有既得利益集团来搅局 石油巨头 汽车巨头 航空巨头 一个个粉末登场 油水施压 美国高铁建设就这样 在一轮轮的折腾下 要么果足不前 要么中道崩促 所以啊 拜登拼命要获得这条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高铁能在2028年前按时完工吗 我们不妨来一组对比数据 在上世纪的大萧条年代 美国花了410天就建成了帝国大厦 在二战时期花了16个月就建成了五角大楼 而如今在圣迭哥要造一座海水淡化厂 花了整整9年时间啊 才刚刚通过审批 按照这样的速度 拜登安利的高铁别说2028年了 到2128年能不能建成 大概都是个问题